在禅学的修炼中,倡导一种喜悦安详,从容快乐的禅乐心态。 这样的心态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减缓压力,树立自信,激发潜能,包容世界。 面对生活在周遭的一些不如意,有的人会烦恼,会不开心。 禅义告诉我们,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绿洲, 而是有的人只是看到了沙漠。 如果我们的心中阳光灿烂,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阴影。 所以有了禅乐的心态,你就有了阳光一样的生活。 品味、人生哲理、感悟、禅的智慧。 大家好,我是吴元生,今天我们继续说禅。 三个泥匠在弃一堵墙,一位哲人问,你们在干什么? 第一个人回答,弃墙,第二个人回答,盖楼,第三个人回答,我们正在建自己的家园。 那么哲人听了,拍了拍第三个人的尖头,今后你是幸运的。 许多年以后,第一个人仍然是离瓦将,第二个人做了工程师,第三个人成了前两个人的老板。 那么这第三个人呢,他所拥有的就是禅乐心态。 那么法国作家余果说,思想可以让天堂变成地狱,也可以让地狱变成天堂。 那么禅乐心态的作用,就是把地狱变成天堂。 那么什么是禅乐心态呢? 禅乐心态就是运用禅的智慧,以心转静,转化烦恼,超越困境,而获得的喜悦安详,从容快乐的心态。 当你用禅乐的心态来看世界的时候,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光明的世界。 那么一片光明的世界,就是步步莲花生的世界。 莲花呢,它是一种吉祥清净的花,处淤泥而不染。 莲花在禅的里面,被当作圣洁的象征。 所以我们看到的佛呀,菩萨呀,这些菩萨像,佛像,都坐在莲花宝座上。 喜悦安详,从容快乐的禅乐心态呀,可以减缓压力,树立自信,激发潜能,包容世界。 我们每个人呢,都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,而决定这个金矿的含金量高低的,就是心态。 可以说,心态决定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感受。 有了禅乐心态,虽然直升在暗时,仍然感觉到天清日朗。 相反,有了阴暗心理,光天化日之下,也可以看到鬼影创创。 那么其中,喜悦安详,从容快乐的禅乐心态,对当代中国人来说,就显得幽为至关紧要。 禅,是一种生活的智慧,是一个心灵的家园,让我们一起来听禅品禅。 禅,是一种生活的智慧,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